VBA也是 如果你资料量其实很少 那当然你就函数快速解决 那如果未来你资料量多的时候 有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建议你用程式的方式来解 那其实他 这边最后做一个sub 按下他自动帮你加总 加回来 其实答案应该会一模一样 可是这个地方要怎么样用VBA来做 这里会需要一个累加的变数 这个累加的变数的话 基本上我们这边我直接来看一下程式 一建立模组 二插入一个叫产线人员工资之和的一个sub 那关键的地方如果累加 这打错个字 应该是加减的加 累加的这个 ok 那这个sub的话 其实你等于0 不过其实你也不用等于0 因为好像预设值就等于0 你不给他 他好像预设值 有没有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 那这个sub呢 其实它是一个变数 不过VBA我前面讲过了 你其实一个变数 不用宣告也没关系 当然你要宣告也可以 那宣告的方法当然就是一般的书里面 会在上面加一个什么 加个DIN DIM DIN什么呢 给这个sum s 比如说一个整数好了 Integer ok Integer ok 这个 那意思就是说呢 那在记忆体里面呢 帮我配置一个空间喔 给那个sum 我打错了 ok 给这个sum 它 先空下来 做什么用呢 那你等一下就可以 那这个sInteger 意思说 那这个空间里面呢 只能够放整数喔 不能放其他的资料 sInteger 意思是这样 只能放整数 那不过喔 如果只能放整数 你放其他资料怎么样 会发生错误 ok 还有呢 Integer 最大跟最小 可以放多大的空间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你可以在Integer上面喔 按一个 那个什么呢 F1 它会告诉你说喔 Integer 它这个范围是 正负 大概32767 到负32768之间 所以如果这个整数喔 假如超过了 这个数字的话 那程式呢 也会发生错误 所以不能超过 如果你要用 更大的话 你可能要Long Long的话呢 最大喔 可以更大 多大呢 大概正负喔 21亿多 所以如果说你放了数字 要超过3万多的话 可能要注意喔 那宣告的方法当然喔 你就S什么 SLong好了 如果 当然呢 你如果怕出错的话 干脆就宣告Long就好了 宣告Long的话 就可以放21亿多 比较不会出错 不過说这么多啦 如果你完全不宣告的话呢 也没关系 ok 那 所以啊 资料形态重要 非常重要 但是以各位初学者的 目前用到的 其实 如果你暂时不想知道那么多 你就 也不宣告 他就会给他一个很大的空间 留给你 就跟你去餐厅一样 你打电话去说 欸 请问 我要定位 有没有位置啊 那如果跟你讲说 你随时来 我们餐厅非常大 你爱怎么做 就怎么做 那你还要 你还会打电话吗 就想说 我干嘛打这个电话 感觉好像会很无聊 对不对 你来就对了嘛 那现在的记忆体 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的记忆体 随便都是4G 8G 16G 你根本那么大的空间 你 其实暂时可以忽略啦 我是觉得啦 那未来如果说你想要多学一点东西 你再去学资料的宣告 ok 第一个 所以SUM的话呢 基本上我不宣告 他就会帮我自动配置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给他 那初始值是0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forI等于第二到第11 当然这个11你也可以改成侦测的 前面讲过 那一副 所以你也会发现喔 这个前面都写过 如果你忘了 怎么写回头看一下前面写的范本 来改也可以 那里面的关键就是 我要把A栏里面的资料 抓前面两个字 如果是产线的话呢 我再去做加总 程式如何撰写 应该没问题吧 前面都有写过 if that A栏的东西就写这样子 sales i 列 的A栏 以后就很习惯了 逗点两个字 如果等于产线 这样叙述应该 应该也不陌生吧 反正看来看去 其实你会发现我的程式前面都写过啦 只是你要把它兜起来 能够run 没有错误 不是那么容易 ok then 做什么呢 加总 那它预设是0 对不对 所以呢0 加上C啦 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产线 开头4 这个加过来 那它的逻辑一定是 后面的东西 加完之后 丢给前面 暂时存放 ok 它就存在那里了 所以 4903 加0 加完之后呢 就4903 放在上 所以这个时候上呢 它就是4903了 好那再换下一个 人事不对 换这个 那4903 它是4903 3906 怎么样 加起来 加完又丢到前面去 那就 反正就加起来就对了 ok 那再来一样 最后把它加 加加加加加加 加完了 最后怎么样呢 再丢到哪里 这个 所以呢 sum 等于 m 先run 也输出的地方 12 等于sum 结果要输出了 应该可以看好 这个逻辑了 所以往后如果你将来会需要有累加 并且把累加的结果丢出去的话 就是这样写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大家 累加之后输出 那我们最后做完就 直接来预设值 这边delete掉 按下它 自动输出了 ok 就得这样 好这个是007产线的 这个这一题 另外的话 各位可以再看一题 苗栗 这一题 一样把它下载 那这一题跟刚刚这一题有一点点类似 看下里面 苗栗 和 宜兰 的 总人口 这边的话变成 三米辅 条件在这里 那这里的话 有开头是 苗栗的 也有 宜兰的 把后面加起来 两个条件喔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样 三米辅 对也是三米辅 可是问题是 我们 范围一定是这个范围 criteria 如果你有两个条件 那你要怎么放 宜兰 苗栗或 宜兰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来看 一样喔 后面一样会多一个 VBA 外面先往里多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